现在的男人都会去追求女人,但他们似乎都陷入了一个怪圈,以为只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在女人面前,女人们就会感动不已, 以为只要自己对那个女人好,就可以凭借着自己坚持不懈的精神,追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个,但要我说,他们追的哪里是女孩,不过是自己罢了,追人追得那么起劲,却始终追不到点子上。 01我有一个同学,她叫阿蕾,为人特别细心,同时也很外向,在进入这个学校不久后,就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,并且对她展开了追求。 说实话,阿蕾做得真的很到位,凡是女孩喜欢的,想要的都会送到她手上,比如痛经时地上的热水,遇上麻烦时就帮忙解决,每天寸步不离地在她面前晃悠等等。 阿蕾这些暖男的行为,戳中了我们这些围观者的心,但没却戳中那个女孩的心,她不管女孩什么感受,凡是她能给的,都给了。 三个月后,阿蕾终于把心爱的女孩追到手了,可好景不长,才好了没多久,两个人就分开了。 据说,是因为阿蕾管女友太严,招致了对方的反感,所以才换来了一句分手,而那个女孩也偷偷和别人说,其实我不喜欢阿蕾,但你们都劝我和她在一起。 说她对我这么好,可以试着相处,但我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,感情这件事真的不能勉强,我也不想再继续伤害她了。 她的好对我而言是负担,但阿蕾哪里听得进去,分手后,还是不死心,每天都在前女友的身边撞要求复合,也不管前女友是不是对她还有感情,也曾有人上去劝她,但更多的女孩却因为阿蕾的坚持,而发出感叹,啊,这个男人真是专情。 最后,阿蕾坚持了好一段时间,发觉这样追下去,是没有结果的就放弃了,转身牵手了另一个喜欢她很久了的女孩,这时候,身边又冒出了阿蕾是个负心汉,渣男的传闻,但我觉得,其实,阿蕾从头到尾追的,不过是自己的幻想,她对那个女孩好,只是因为在她的心里,这个人很重要,所以下意识地去追求她,嘴巴上说着喜欢她。 却从来没去了解对方想要的是什么,只是把自己觉得好的,强硬地塞给对方,就像陈奕迅歌词里所唱的那样。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,因为得不到,所以才会费尽心思去得到,阿蕾得不到的是自己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女神,她把那个女孩看作是一座高峰,非要爬上去不可, 但最后换来的,也不过是朱兰达水一场空,如果她能在此之前了解那个女孩,喜欢什么样的男孩,恐怕在追求方式上就会有所不同。 0.02 1.02 2.0 1.0 1.0 1.0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